说到女神赵丽颖虽然如今的她一直都是单身 不过她也29岁了 她在和陈卫婷拍摄蜀山战绩的时候 在剧组有一些小朋友 遇到了赵丽颖之后都已经开始喊她为阿姨了 当时赵丽颖特别激动 和小朋友们笑着说我是姐姐 不知道大家听完赵丽颖这样回应之后 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女神很可爱了 赵丽颖步入娱乐圈如此长时间了 大家也应该知道她赵小刀这个外号吧 在偶像来了之中 她各种调侃和吐槽也是全反无数 赵丽颖出生于农村 自己在娱乐圈之中没有背景 她自己有如今一路走来太多的质疑 赵丽颖她自己也有要崩溃的时候 她在快乐大本营的时候还哭过 自己在拍戏的时候常常都没有时间陪伴家人 她过年也在剧组度过 没有家人陪伴 她刚刚出道的时候一直在出演各种配角 在娱乐圈之中臣服了很多年 如果是大家能在娱乐圈之中坚持如此多年吗 不少网友肯定会半途放弃 怕自己的青春就这样流逝 不过赵丽颖却是坚持下来了 从一个小龙套爬到了青天 不少网友一直吐槽她个人不好 不过29岁的赵丽颖身家过异 年纪轻轻的她都已经有这样的成就